字幕志愿者 李洁强 字幕志愿者 李洁强 我是从Swiftstack来的 那Swiftstack这个公司它是主要做OpenStack的一个 裡面Swift的這個Software的主要contributor 大部分都在我們公司 PTL也在我們公司 所以我今天是要來講說 我如何去BenchmarkSwift這一個Software 這個Software是可以幫你做一個Cluster 怎麼去Benchmark這個Cluster 然後我們怎麼major它這個Cluster performance OK 那我們開始吧 什麼叫Swift這個turn 其實很多人都會搞混 因為太多公司用這個Swift了 因為像我去Google 我在Google上面找Swift 他就給我一個Suzuki Swift車的那個 那我就想說這不是我想要的 那另外一個Swift大家知道的就是Apple的Swift Language 那這也不是我今天要focus的 那我今天要focus的是OpenStack Swift 那OpenStack Swift它其實是一個 Swift其實是一個Software Project 然後在Storage裡面 它主要是做Object Storage 那這個是今年6月份 應該是5、6月份的時候 在Vancouver那個Keyo Releases的時候 它整個Arpitecture的Logical Flow是這邊 那Swift在最左下角 它是OpenStack 它是OpenStack Object Storage 那什麼叫Swift 我從Wikipage上面找到的部分是說 其實Swift就是一個Cloud Storage Software 然後它可以provide 很簡單的讓你可以從Risk for API 去store一個data 然後get一個data 那所有的assets都走HTPS或HTTP 所以簡單來講 你可以把Swift想像成它是另外一種S3 的一個backend storage 那它非常的適合store那些unstructured的data 像是image或者是video 或者是其他這種 不是跟database比較不相關的東西 OK 那Swift有幾個特性 就是主要是這三個是 它的data是distributed 然後第二個是說 它是higher variable 就是不管在任何時候 你even有一個node 兩個node crash掉了 你還是有機會 大概九成 這是看你的data 你那時候怎麼去build 這個cluster來決定的 OK 那它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特性 就是它是eventually consistent 什麼叫eventually consistent 這個有些人覺得 這個swift的問題 但是 depending看你怎麼用它 因為 這個東西就變得是說 當你push一個data 進到swift cluster的時候 那你要可能下一秒 你想要把它get回來 maybe你會拿不到 這個是有可能 在swift裡面 這是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可能你在過個五秒 或者十秒 它會把這些data distrib到cluster的每一個node上面去的時候 那你就拿得到了 那這個部分是 是大家會覺得 那這樣我會不會丟data上去 我可能下一秒不能check 然後我東西會不會丟掉 不會資料是不會不見的 只是它會有一些 因為distrib data要時間 所以它會比較慢一些 這是它設計上的一個 一個 大家覺得是問題的地方 那 這個是我 我畫的一個 swift cluster可能長的 的一個樣子 OK 那現在這個 一個swift cluster 其實前面都會有個lob balance 那我這個cluster 其實是它是三個region region 其實簡單講 它是分佈在不同的 不同的physical的地方 就是我第一個region 我是放在台北 第二個region 是在San Francisco 第三個region 我是放在Tokyo 那這個region裡面 就是實體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你even有一個region 的data center 或者是說這幾個node不見了 你還是可以拿到data 那每個region 我這裡面只有放一個wrong 所以每個region都有wrong 然後每個region裡面 都有三個node OK 每個node裡面有六顆hard drive 那接下來是說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就是圖示的概念 讓大家知道說 swift怎麼去放它的data 怎麼樣做所謂的high available 跟所謂的一些就是distribute data的方式 OK 一開始client會把他的data put進來 過low balance之後呢 他會把data放到可能他進來的時候 他可能在這個client可能是台北的 所以他的low balance 會把他導到台北的cluster去 台北的這邊的region1去 那在node1裡面會有一個process server 那這是swift裡面的一個process OK 那process server看到這個put之後 他就會開始去看swift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ring 那這個ring他會去找ring 然後去找相對應的 OK 那 我應該把這些data丟到哪幾個object server去 然後分別在哪一個region 哪一個rom去 然後 丟給object server 然後object server就會 相對應的去知道說 object server也會去看ring 所以這個ring是分散在所有region 所有每一個node裡面 包含region跟rong 都會有這個ring file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個ring file 來決定我東西要往哪邊放 然後哪個地方不會放錯 OK 那我這一個範例是 他是一個三個rebica 就是三個 rebica等於是說 他是三個備份 OK 我一個data進來 我會複製成三份 然後store到我的cluster裡面去 OK 這是一個rong 然後第二個rong 我又有一個clin 進來 他是從三份disc進來的 他會到不同的products server 那不同的products server 也會導到不同的object server 然後再把它store到那個disc裡面 OK 當我放data的時候 他會把data整個盡量的 因為ring是透過一個eventually consistent 應該是說他透過一個演算法 那個hash去算 所以他會盡量把data分散到所有的node上面 所以當在這個狀況下 我如果在tokyo有一個node 他crash 或者是說他network整個斷掉了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相對應的 我在region1跟region2 其實都還有data在 所以一個request進來 要拉這些data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會拿得到的 不會說我可能有一台server 兩台server掛掉 我所有的data都不能assess 在swift裡面這個機會是非常小 那第二個狀況是 當我crash了兩台node 兩台node 然後分別在region2跟region3 OK 這時候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region3裡面其實還有一個r3 然後region1裡面有r2跟r1 都還有資料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 其實這樣的狀況其實蠻嚴重的 但是swift還是可以provide你data的assess even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他backend看到很多data 很多log2說 OK我499拿funk 401拿funk 我找不到data 可是他還是可以從其他的node 拉data回去 那再講一個比較特別的case 是當我一個region 整個network已經癱瘓了 可能是地震 海南斷掉 那可能是在台灣 這一個部分 那我其實還有兩個region 可以assess 所以其實屬於非常適合去把你的data distribute到世界不同區域的data center 像我們的customer就有部件 他可能在意大利 在美國 在可能新加坡 他們部件的三台cluster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裡面曾經有一些狀況是 他們有大概 可能某一個region的硬碟一直出狀況 就是一個禮拜壞了可能10顆 然後都是同一個model 可是他們買的時候是 是同一個時間買 但是是不同的 可能不同的地方shipping出來的 但是他們就在那個region 一直壞那顆hardd 所以這也就是說swift其實很適合 讓你去做很大的部件 那你也可以很容易 萬一如果有一個region有問題 你不用 你的engineer可以好好專心去處理那個問題 但是你的service會是always on的 因為這個customer他是做那種 就是internet 就是那種service provider 所以他不可能跟客戶講說 我有downtime 我要maintain我的server 然後你不能access你任何的資料 這是不太允許的一件事情 OK 那剛剛有提到swift裡面有幾個 比較key的component 我這邊沒有全部列出來 我只有列幾個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想這個session是introduction 不會太多detail 所以我就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他是在做什麼的 Ring 這個Ring是 主要是有Ring還有Storage Policy 還有swift 四個比較重要的server 是process server account server container 還有object 其他的還有所謂的auditor 還有replicator 那一個部分 是swift整個比較細節運行的部分 我沒有在這邊提到 好 那右邊這一個圖是在講說 當我佈建一個swift node 就是把swift 佈到一個physical的machine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把所有service 放在上面 那它會長的是這樣 就是towerplace server account server container 跟object server OK 那接下來講Ring 它其實 這個Ring的algorithm 是用 enhanced consistent hash 的方式去算 那這個其實 應該是大家都已經知道 algorithm 那有興趣的時候 可以去google一下 看這個hash的方式 它是怎麼做的 那其實Ring的概念 簡單來講 就是 它是一個 就是 有點像它是一個map 讓你知道說 OK 我現在進來這個data 我應該放到哪一個rong 哪一個region 哪一個rong 哪一個node 哪一個hd 哪一個partition下面 OK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圖示 就是 當我把所有的node 就是這個r1n2 是代表region1 rong1 裡面的node2 放在這地方 然後把排列成一個circle 就是有點像 一個圓圈 那一個圓圈 所以它們稱為這個是一個ring 那ring怎麼去做 怎麼去把 ring ring在運算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file OK 那你會 swift裡面有一些 有command 可以讓你把 你的hardd 假設我跟 我可以先開個空的ring 然後把 12個hardd 加到這個ring裡面 然後這時候 ring 就會有這些data 那你還要叫ring 做一個rebalance的動作 它就會去算 我應該把這些hardd 怎麼放在這個ring裡面 然後它的order是怎麼樣 所以如果當你ring 你用很大的一個數字去 partition去算的時候 它會變得是 它會算非常久 有時候可能剩半小時 因為它在算的時候 是用2的幾次方 所以你看我現在 這邊是一個2的四次方 的一個ring 所以它是很小 那很快就會算出來 當你用2的十次方 這個幾次方 也代表說 你要多大的data store在你的cluster裡面 也就是說 你最後的cluster capacity 最大可以到多少 那這個是可以去算出來的 OK 然後 右邊這一個圖是 我講說 當我要put一個data 進來的時候 它會ring 我要放到哪一個地方 它ring是怎麼做的 它會先把你的那個option name 去做一個hash hash完之後 它會取前面的幾個 幾個那個bit 然後去看說 它到底對應到哪一個地方 然後它就會把這個object 放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再去mapping下面的 它到底在哪一個 它現在有d1,d2,d5 到底在哪一個hard disk下面 到底在哪一個partition 所以ring 最左邊你可以看到 ring裡面的data 包含有多少zone,region,device,partition 還有replica replica replica就是 一個object進來 實際上它不是只有放到一個地方 它會放到三個地方 那這三個地方 你都可以用 ring的方式去運算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嘗試看看 比如swift的ring 然後你可以 所以 你不用部件swift 但是你可以透過那個ring 然後去運算說 你可以預知 我adata進來的時候 我會放到哪三個地方去 所以這個 簡單講這個algorithm 是可以全部獨立出來 你可以去拿來做一些 如果你對數學或hash這些有興趣 你可以自己拿來做研究的 那可以其實是separate開來的 OK storage policy這一塊 其實是在swift 2.2 release的一個新的future 也就是說 因為 一個swift cluster 一個data進來 大家可能會覺得 它可能有三個replica 可是有些客戶會講說 OK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三個replica 我可能要兩個replica 那 就是我只要兩個備份就好 那兩個備份會有一些risk 那可能 有些客戶會說 我這個data很重要 我要五個replica 那這時候storage policy 就是 它有點是這樣的角色 就是說 我可以允許 你可以define 三個storage policy 然後可能是五個replica 三個replica 或兩個replica 然後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可以做一個是說 因為新的swift 2.3已經release release erratial code 那erratial code 簡單的意思就是 它把data吃進來之後 就是當client put data到proxy那邊 proxy會做一個erratial code的運算 它會把data切割成幾等份 然後去算它的parity的data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分別再send到swift cluster裡面去 這樣也就是說 你的cluster不需要那麼大的raw data的store 就是進來一份 可能出去就只有一份 就是client進來一份 可能store到真正storage裡面只有一份 不會是三個replica 第二個部分就是 可能你在做 你可能希望這個policy 它需要很好的performance 所以你希望它這些data 存的時候存到ssd裡面 不是一般的negative的device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ring build成 我都放在ssd 我不要有其他的negative device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 就是我可以把我想要 假設我這個storage policy 這個policy只給可能亞洲地區的人使用 我就可以build一個policy 然後跟他這個policy講說 我要把亞洲那一塊的 那幾個server的hardd 全部group到這個storage policy 也就是說 你不管從哪一個地方assess 然後進到policy server policy server 如果看到這個policy 他就把它丟到 都是丟到那幾個hardd上面去 所以你可以做isolation 那你的data不會 如果你是那個service provider 你可能可以做這樣的isolation 就是我的data不會跟其他客戶混在一起 這是一個你可以利用的方式 第四點 第四點 這個部分其實 因為現在storage後面一直慢慢演進 那swift 你可以講說 它是一個framework在object storage這邊 其實它的backend 你可以接更多其他的device 有些人可能 像seagate他們就有做connect 那一個是很特別的storage 它其實就是一個hardd 然後它hardd外面出來就是ethernet 所以你要放這個data到這個hardd裡面 你必須透過可能python的library 直接put data進來 所以這個部分也可以讓 你可以build一個特別的storage policy 給這種比較新的storage 那第三個就是 有其他的需求是 就像你 就像剛剛提到 你可能想要isolate客戶的data 所以你就會build很多policy 然後分別放在不同的地方 OK 那 接下來介紹的是proxy這個部分 proxy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就是handle 就是client來的request 然後把它丟到backend去 那account呢 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user maybe它就會有一個account 然後這個account 它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sqlite database 放在swift cluster裡面 所以這個sqlite database裡面 也會有很多 就是它是儲存container的資料 就是說你有幾個container 都會放在這個sqlite database裡面 那container一樣 container接下來就是container它裡面 是storeobject的一些細節 就是你有多少object都會放在這個container裡面 那這container也是一個sqlite database 那object object object是真正data 存放的地方 所以假設你現在丟一個file上來 它store到swift裡面 它就是我們稱的一個object ok 那你也可以把一個file切成很多個小size的data 然後丟到cluster裡面 那它也是一個就是它變成是有很多object 那swift其實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那swift其實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static link scatic large object 或者是 dynamic large object 這些middleway可以幫你去做這件事情 ok 然後swift的api 所以現在其實你 如果你不careswift裡面怎麼用 你要怎麼assessswift 其實就是上面這url 你有前面的url 然後你走htps 然後你是version1 swift目前只有v1API 所以你就是把它帶來v1 那auth這個前面是一個跟 等於是說跟swift講 我是一個authentication account 然後它的account name是datch加上account name 然後slashcontainer slashobject 所以它有點像一個tree的mapping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 像我們有些客戶 它就會把一個目錄下面的東西 整個倒到一個container裡面去 那你也可以這樣做 那object 好處是object name它其實 它support unicode 所以你可以放日文的空白 什麼東西都可以放 那只要你的 你的encode對了 然後放進去data 然後你要抓data回來的時候 你的stream也是對的 那就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部分是講說 我要就是 寫過web都會知道crud 所以其實swift就是走crud的方式 然後你要create 就是你要read的一個object 就是用get的方式 post是update一些metadata 那這個metadata 其實在option裡面 就是有點像是 如果一般的 一般的user知道 可能一個file 它的attribute 那其實這些attribute 你就可以放在metadata裡面 那這個metadata 目前是有2k的空間可以用 當然這個是可以調整的 這是看sfs那邊 你怎麼去build 最高好像我記得是8k 然後delete也是很簡單的方式 然後put create object就是put的方式 這邊有更多swift的細節 然後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接下來講anspo anspo anspo 是一個很美妙的tool 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我之前用過不同的 不同的就是可能sad chip 然後sad step 還有一些其他的pupping pupping應該是最常用的 但是我發覺這邊有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有點太複雜 然後有些是我在target端 然後我還要裝agent 這是讓我覺得最討厭的一件事情 那anspo其實 這些我highlight的 它是IT的automation tool 或者是deployment tool 或者是其他都是 底下看你怎麼用 那這是一個anspo的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其實anspo用pip你就可以裝 裝完它relight library就這樣 它沒有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genger tool 不是genger tool 對 那意味著它可以用temper的方式 幫你deployment config 這是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用python的就會知道 然後anspo 你開始run之前 你要先設定一個inventory 就是說你有多少個node 你有多少個 在這邊我定義是 我有兩組 一個是benchmark node 一個是swift node 那這意味著 如果你很大的cluster 你可能兩百 你可能不用兩百 十六個 十六個swift node 然後可能 四個benchmark node 那你可以在這config設定好之後 你的script依舊還是run 所以等於是說 我用anspo可以去adapt 很多不一樣的cluster even 可能它的cluster裡面有一些變化 我都可以去做調整 OK 這是不同的一個anspo的寫法 那 那還有另外有趣的地方 它可以就是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用中括弧的方式 它就可以自己幫你highlight 所有的server name OK 那 你inventory定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task task就是 你要這一個 你要某一個node 或者是某一個group of node 你那個東西你要做什麼 那 我這邊舉例的是說 我要install一個package apt-get的一個package 然後 下面那個是我用pip裝 那其實所需要的動作 就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anspo裝好 然後 ssh 的那個key 設好 你可以login進去 所有事情就好了 那這個部分就是 當你一個 你一個task還有no很多的時候 你希望 你會 你不可能把所有東西寫在一個file 所以你開始會有所謂的playbook playbook就是開始 define說 OK 我從一開始到最後我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一開始我可能要deployment swift node 然後第二件事情我就要deployment benchmark node 然後不同的node有不同的role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去定義 定義完之後 你只要run一個playbook 他就幫你把所有的東西全部做好 OK 然後右邊這邊是一個anspo 就是一個playbook裡面 tree的一個結構 這也是我在ghub上面你可以看到的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它不同的 你可以設一個global的variable 在用樣的一個format 那你也可以定義不同的role 在那個rules裡面 然後它的結構就像這樣子 然後怎麼跑呢 你就只要anspo playbook 然後加上你的playbook的file 然後後面是你inventory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define很多inventory 然後你的inventory可以選擇 就是你A有假設我今天是del的cluster 我可以definedel.cluster.com 所以這個對IT來講還蠻方便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不想打那麼長 你想要再縮短一下 其實你把跟python一樣 你把這個anspo playbook的 加在前面就可以了 OK 那anspo有哪些特性是 第一個它很簡單 就是好像你只要看得懂 你只要看得懂那些描述 你就會寫 然後你沒有什麼的 進入門檻非常的低 然後第二個重點是 它不需要裝agent 第三個它只透過ssh 所以你的setup的流程 不用很多 很簡單你就可以做好 然後它不會幫你裝其他的package 在crime side 然後它是 它是用python寫成的 那 既然它用python寫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直接hook python的library直接去做 這也是可以的 可是我做過 可是效果不是很好 是因為它現在還在 它的 它現在進展得蠻快的 所以它裡面的library code的library一直在變動 所以我可能 我可能兩個月前寫好的 我可以hook 可是現在 我要再run一次 我那一次的code 它裡面的library變了 所以我變的是 我還要去改我的code 所以後面發現 那我們就用它的playbook 去做這件事情 不要再多用pythoncode去hook 對 那這個slide 這個slide 我是 前一陣子我看到在Twitter上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 可能這個作者 他是 他去看 那個 他們有一個 應該是說 也是meup 然後他去調查 所有人用的tool 然後發現其實 enspo在operation 就是developer op 在op端 其實用的趨勢慢慢越來越多 但是op端比較常用的人 還是puppy 但是enspo現在其實已經跟chiff 其實已經不相上下 那你反過來看developer端 其實也是差不多 反而developer enspo已經接近puppy的狀態 ok 接下來是benchmark 其實benchmark是一件很討厭的一件事 你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去知道customer環境 或是你要benchmark的那個環境 然後還有你要想說 那我要做到什麼程度 我才可以說我做完了 這件事情是 你要 第一個你可能要看網路的環境 然後第二個 你可能要看 客戶可能跟你講說 欸我的環境ready了 你可以 你們可以做了 可是當你實際上去run的時候 你發現 為什麼ethernet只有1g 就是從clin到plasty那段只有1g 然後從a node到b node 有10g的有1g的 可是明明它都是同一個cluster 然後都在同一個reg上 那你會想說 那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 那實際上有時候是因為 如果你是10g的 你的ethernet cable 其實是要一些requirements 是要達到 所以你達不到的時候 它就會降為1g 所以變得是 呃 customer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覺得我好了 可是你還要跟他講說 欸你這個東西可能有些地方有問題 所以變得是 但是我們在做benchmark之前 我們還要做一個validate的動作 就是確定環境newwork的部分都是ok的 那benchmark其實有幾個重點是說 你要handle多少requests 在這個cluster 或客戶講說 我可能我這個cluster 可能是我建好16個node 我可能預期它的request per second put我可能要4000個request concurrent進來 然後他要handle得住 然後不能有任何的error 或者這樣 呃 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接到客戶這樣問 他們都是期望說 欸我的cluster到底可以handle多少 然後沒有error 但是他們不會 因為可能因為swift還蠻新的在production的部分 還是有已經還蠻多客戶已經production了 但是他們都會想知道說 他們不會預期說一定要到多少 他們會想知道capability 他們那個他的能力可以到多少 那benchmark有幾個limitation是說 在CPU 在network 還有在disk 因為有時候你打benchmark 可能這個class的部件的方式比較 可能hardd比較多 可能他的或者hardd比較慢 或者是說他network bandwidth比較少 然後他前端的node比較少 就會造成不同的limitation 有可能是CPU 有可能是disk 那你要做benchmark 前提是我們要找到合適的tool去打這個benchmark 那目前我知道就這三個 那sweepbench是community的版本 那他很簡單 他比較適合在for single 應該說single node 或者是說他可以對single device做benchmark 跳過pracy那一段 然後第二個是cross branch 這是intel的 然後他是java base 那這個cross branch其實做得不錯 那他UI就是對一般不會用 對一般user來講他會比較簡單 那sf branch是我們公司做的 那他很powerful 那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微調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細節 OK 那tool 這是我用的tool 就是measurement每個node的loading的狀況 那在做benchmark之前 你要先define我要測什麼樣的情況 OK 我是video streaming 還是說我是做small data的put 還是我re-write要是怎樣的pattern 在這邊你都要先define完之後 接下來 你還可以調整的是swift的tuning的部分 因為不同的worker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微調 另外一部分就是network這部分 network的部分就是當客戶用la link aggregate的時候 把兩個10g變成20g 然後再做當成一個interface 再做transit receive的時候 然後你要去check一下他的setting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用lacp去做 你可能setting不對 你的performance會差很多 然後最好的是把network separate開來 然後還有一些TCP的option 是在swiftstandard的document裡面有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swiftcluster 這個swiftcluster是 這是一種deployment 就是前面三個node是pure的proxy 所以它沒有store data 所以意味著它可能不需要hardd 它可能需要OS的hardd就夠 它可以比較高的CPU count CPU的 它會有比較高的CPU utilization 那下面的兩個node是node 就是它就是所謂的storage node 然後它會有account container object在裡面跑 它沒有proxy server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deployment 另外的狀況是 我們把所有東西放到一個node去 就是proxy account container object全部放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稱的podcode podcode node OK 那是這種deployment 那在一開始 你要先看network的問題 你要先看network 它的traffic怎麼跑 然後是不是在某個地方 它已經達到limitation 一樣的狀況 那benchmark flow其實就是 這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我先把swift service停掉 然後把所有disk清空 然後swift service叫起來 然後我就可以開始做benchmark的事情 然後收支 就是把 然後再把data拉回來 然後再下一個run OK 那最後的report大概是 希望我們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然後給客戶看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怎麼walk 把ansybal放到這cluster上面walk 就是我會先definecluster.conf 就是ansybalinvertoryfile 然後我會先看swift cluster長什麼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要準備幾個benchmark node 然後deploymentbenchmark node 然後runssbranch 那下一個階段就是說 我可能就是我要triggerbenchmark test 然後再把data拉回來 然後產生csvfile 然後把dial光伸出來 那這是我的sourcecode在上面 這是用那個virtualbox virtualsbilegram加ansybal 它可以幫你deployment兩個node 一個node是swift node 一個是bm node 就是benchmark node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你的node上面 run一個swift起來 然後run一個benchmark node起來 讓他們兩個對答 OK 那它的長相是這樣子 它的network是像這樣 那反正要demo 可能沒時間 所以我後面有screenshot可以看 那其實它的做法就是deployment兩個node 然後這兩個node deployment的時候 可能大概要半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會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我要check bandwidth 就是我用iperf做了一個swift 就是說用ansybal 就是在swift node那邊 我起iperf的一個server 然後benchmark node 起iperf去打swift node 然後看最後的bandwidth 我拿到多少 OK 然後run一個benchmark 然後我就可以run 那個把result拉回來 然後這是ansybal 跑的一個過程 就是它是做benchmark 這個是對 run一個benchmark 然後好處是你可以run很多次 它其實ansybal 有問題它會跟你講 那大部分都很容易排除 那這一個是我對兩個node 一個是benchmark node 一個是swift node 分別去拉他們的data 然後拉不同的data回來 那最後我們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CI的integration 就是這個CI的integration 是public的 所以你可以到swift的review board 那邊看到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就是 我拉一個 當有人contribute上去到repo 到gary上面之後 我會直接幫他做一個benchmark 對我們的一個真正的swift cluster 然後並且report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benchmark的review 是這樣子 那這個都是automatic做的 所以就是沒有人為的干擾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上面這一個review 這邊有一個raw啊 swift log 這個是swift的cluster 然後在reqspace上面 所以這個也是等於就是 你把東西做好之後放到swift cluster裡面 它可以用web的方式幫你呈現 所以它可以做static web hosting OK 然後 有問題嗎 就是開放一個問題 就是想要請問就是 你們遇過目前swift cluster 可以容納到多少 這也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件事 容納到多少 我有客戶1.5p吧 1.5p 然後實際上的我聽過已經 好像有六十幾 六七十p的有 public cloud 甚至好像還有更大的 對 但是實際的客戶沒有到那麼大 因為他們可能後面還會extend 所以現在可能都小小 但是我們有遇過客戶是從 可能今年他可能只有放12個no 可是悄悄的過了一年 然後他都沒有跟我們 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們就慢慢慢慢的 突然間我們再去看他的 那個cluster 發覺他已經double了no 就是變24個 然後你會想說 奇怪怎麼好像都沒有 就有點surprise 就是客戶自己可以extend 那麼多的容量 然後沒有 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跟我們content 所以就變成是 所以可以證明說 所以在scale這個部分 是做得還滿好的 對 那我們先謝謝Charles 就是給Charles的小禮物 謝謝Charles 謝謝 謝謝Charles 謝謝